严重洁癖的妻子前后开除了70位飞庸,为何歌神还能忍得住?张学友坦诚曾萌生离婚念头。 近日张学友歌唱开启,网友沸腾,毕竟相较于刘德华、郭富城等人的曝光率,歌神张学友低调许多。 严重洁癖的妻子前后开除了70位飞庸,为何歌神还能忍得住?张学友坦诚曾萌生离婚念头。 近日张学友歌唱开启,网友沸腾,毕竟相较于刘德华、郭富城等人的曝光率,歌神张学友低调许多。 某采论中,张学友透露现在接任何工作都是以家庭为主,如果需要离开家里超过半个月,她就推掉,而她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离不开背后的女人罗美威。 罗美威严重自闭,还有重度洁癖让身边人觉得其神精致,但是张学友21年来对其不离不弃。 用罗美威的英文名买给小行星命名,多年来经常在自己的新专辑中为太太写歌,究竟是为何? 现年52岁的罗美威患有严重洁癖。 每次出外用餐,罗美威都自备碗筷,有一次忘记带私家碗筷,被迫无奈用餐厅提供了餐具,不过要当场用开水不停地清洗,然后,再移至今擦拭数十次。 他不敢用公共场所浴巾,从不在健身房洗澡,而且随身携带消毒喷雾,上高级餐馆也自备餐具,住饭店必定用清洁剂,消毒水狂擦浴缸,马桶,然后再把消毒药水洒在地毯上。 Sponsored apps Sponsored apps 张学友想给女儿养狗狗,遭到老婆言辞回绝,家里不许有任何宠物出没。 家里飞雍打扫卫生,她总闲步前进,然后会自己跪在地板上,用指甲一点一点扣掉藏物。 在2007年的报道中,就有过罗美威近三年更是炒掉21个飞雍的新闻,被辞掉的飞雍一气之下向媒体爆料,说罗美威有精神病,每天让她工作达19个小时,罗美威因此被菲律宾领事馆列入聘请飞雍的黑名单。 而近年来其中一名被炒飞雍,大爆塌市第60个被罗美威解雇了工人,估计里年来两夫妇共炒进西市人。 Sponsored apps Sponsored apps 消息爆出,一片哗然。 事实上,最让张学友尴尬的是,当年罗美威和她一同出席梅艳芳的葬礼,在去火化场的途中,有人在车上大喷嚏,罗美威当时反应非常大,用双手不停擅来擅去。 即便现在全家四口出门,罗美威依然会坚持让四个人都戴上口罩。 解脾其实是一种心理解脾,源于内心缺乏安全感下而产生的强迫症,这跟罗美威的成长环境有关,她在担心家庭长大,自幼父母离异,与她有血缘关系的父母都欺骗她,因此让她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。 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,成年后全靠自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,缺乏完整家庭的温暖,对人不信任。 Sponsored apps Sponsored apps 曾有严重自闭倾向,即使对婚姻,她也一直存有恐惧感,是张学友令她对婚姻有信心。 罗美威还有爱唠叨的毛病,这与她失去了一些记忆力有关。 先前她曾在拍戏石头撞过车,照过两次脑部断层扫描,还曾因胆结时手术做过全身麻醉。 她记忆力严重衰退,曾有去台湾拍戏几日后回家忘了自己住在哪一层的记录,对于爱妻罗美威的唠叨,张学友表示早已习惯了,她当我是个录音机。 早习惯了,而且我自己也服了自己,每次重复的话都一样。 Sponsored apps Sponsored apps 罗美威的话,在家中就是甚至为了女儿学好英语,严禁所有人在家说广东话,张学友也不例外。 期间张学友也有过离婚的念头,但是后来放弃了,她说,夫妻相处之道,最重要的是给予对方空间,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张学友为什么会对罗美威宠爱有加?罗美威的财商非常高,一直守卧张家财政大权。 喜欢投资,奉行有钱就买房产,有90年代至今买卖不少物业,几乎有赚无亏,而当中最大的两宗买卖,涉及起千多万,手上至少有5个市值于4亿港元,约15.4亿台币,的物业收租。 罗美威还是炒外汇高手,据说他在新加坡,美国,英国都有开户。 Sponsored ads Sponsored ads 更重要的一点是张学友曾说过,在我最潦倒的时候,我看到了美威对我的真爱。 张学友和罗美威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同时出道,1985年,20岁的罗美威被选中出演影片《情逢低手》,随后于同期出道的袁杰宁,李立珍,陈嘉玲,罗明珠组成开心少女组,接演了《开心鬼》,《八戏黎门》等喜剧片,在香港红透半边天, 曾和梅艳芬芳并称为香港娱乐圈最具发展潜力的女演员。 1986年拍《痴心的我的时候》,导演喊,张学友、罗美威,站在一块,让我看看你们是否登对。 于是,张学友和罗美威两个新人马上走出来站在一起。 导演又叫,你们互相望一眼,他们抬头对望,两个人立刻满脸通红,接住马上低头,转身分开。 罗美威说得非常坦白,从那刻有触变的感觉开始,我就知道我们会一起。 两人相恋后,罗美威陪着张学友经历了事业的几次起伏。 1988年,张学友的事业陷入低谷,在美领方生日会上许久闹事,还传出与初恋女友复合的消息。 罗美威在4月公开宣布分手,但很快两人重归于好,之后与罗美威陪伴助她走过这一段人生低谷,而在张学友经历爆红膨胀耍大牌被封杀的时候,是罗美威鼓励张学友从新开始。 经历过苦难的感情,总是让人感到格外的珍贵,自此之后,两人更坚定了携手共度人生的信念。 张学友大女儿 1996年,两人结婚。 1999年,世界小行星协会给予张学友为一颗小行星命名的机会,张学友将此颗行星命名为罗美威的英文名《妹》。 2000年生下大女儿姚华,又与2005年在生二女儿姚晶,一家四口相处得十分融洽。 ,张学友也很先就罗美威,叫我身上穿的衣服,都是美美买的,她叫我穿什么衣服,我就穿什么衣服,免得她为这点小事不高兴。